女排世锦赛将于9月23号至10月15号在荷兰和波兰举行 目前中国女排正在宁波北伦体育训练基地封闭备战 向世锦赛发起最后冲刺 正值三副酷暑 中国女排却一直是一天三练 上午8点半 在慢跑拉伸等一系列热身运动之后 姑娘们开始了有球训练 主教练蔡斌在场边仔细观察队员 在训练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不时暂停训练加以指导 现在整个队伍应该慢慢开始 运动量已经在往上走 大概还有一个月左右吧 可能我们也要出发比赛 所以会按照我们世界锦标 世界联赛的整个的一个我们发现的问题 和我们要坚持的东西 我们会有地方式的 把重点的先把它解决好 争取把这个短板能够尽快地补上去 中国女排是7月19日打完世界女排联赛之后 回到北伦的 按照疫情防控相关要求 中国女排先隔离再开始集训 即使是隔离期间训练也没有停下来 其实在隔离期间 这边的北伦的基地 也给每个运动员房间 配备了体能的训练器 其实我们隔离期间 也是在房间 我们用视频 也及时的一个体能 体能的一个比赛完的 以后的一个体能恢复 所以在这边其实也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宁波 包括北伦基地 给我们隔离期间 提供这种训练的一个条件吧 8月15日 中国排协公布了参加 女排世锦赛的22人大名单 其中王亦凡 吴孟杰 王文涵和许家南 正在菲律宾准备参加亚洲杯赛 其他18位队员都在基地集训 而朱婷 张长宁未能入选大名单 本节世锦赛 中国女排在小组赛将心后迎战 阿根廷队 哥伦比亚队 日本队 捷克队和巴西队 我们肯定还是会按照世锦赛的一个对手 我们去布置我们的各种的一个 吃饮对手的一个打法 包括我们自身的一个世界联赛当中暴露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也要去把它解决 所以这个其实任务还是很重 时间还是很紧 我们还是努力去争取好的成绩 感谢观看